大家好,我叫蔡亚成,来自北京市苹果区 今年二月份毕业于韩国清晰大学英文学专业 我有两个求职意向 第一个是找一份和韩国相关的工作 然后第二个意向是 希望各位老板能给我一份工作 老板认为我能是可以干的工作 可以干的工作 谢谢 欢迎蔡亚成 谢谢 26岁是吧 对 是本科毕业 本科毕业 为什么本科毕业的时候 这个年龄这么大了呢 因为之前在湖南上过一个本科 然后念到两年以后就去到韩国 你为什么在那念到两年之后就出国了 这是因为身边一个朋友 一直他去 他是一个三加一去英国留学 三加一 然后呢他天天的就跟我在我身边说留学的事 后来我就有点不服气 因为我人比较好强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他可以去我不可以去 后来我就出国了 这样的 自己去联系中介 这样出去了就 就是你选择了 在湖南读了两年国贸 对 去了韩国 对 选择英语 对 很多人理解不了 是的 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这样 你理解我们理解不了这事吗 可以 你能理解吗 完全理解 因为这确实挺拧摸的 包括我父母都说 为什么不大学毕业以后再去读研究生什么的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不怎么带过那些文凭吧 这样子 你想没想过回中国之后 你要学 你要干些什么 完全不知道 你今天来 你知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 知道 我只想知道 想找这个份工作 能跟韩国有一个连接 你和韩国连接干什么 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要找一个什么工作 也不知道 不清楚 就是说自己人生不明白 人生未来不清楚 这样亚臣 这样给我们的压力太大了 你想没想过 你今天竟然来找工作 对吧 对 你有没有想过 我大概去哪些类型的企业 哪些类型的企业 有和韩国的交往 留学中介 然后培训机构 很多吧 我觉得还有酒店 都只要这个公司和韩国有业务往来 我觉得都可以去 我都很感兴趣 比如说 在非你莫属的节目当中 曾经有哪些企业 让你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因为我没不怎么看非你莫属 所以他这来彻底快崩溃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来这找工作 是吧 就很 对 他就面试我就来了 来了就上来了这样的 你一定不是我们从街上抓来的 对 是吧 对 我们在街上也抓不着你 对 是你主动往这投了简历 对 对吧 你往这投简历 你得有个想法吧 我为什么在这投简历 我觉得应该上个平台吧 这上面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让我在这个台上 可以明白一些东西 所以亚诚你是到这来 拿到一个免费的咨询 职业发展咨询 也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对 那我觉得你可以下台了 我觉得他不是 你看他的那个应聘宣言 未来活着 他就要一份工作 亚诚你考虑一考虑 就你从上台到现在 对 就是你今年实际上二期了 对 那你觉得就是说 这个没特别明确目标 这事靠走吗 有人生目标 有人生目标 那你太好了 跟我分享一下 我人目标就是进入一个行业 从头做起 做到这个行业顶尖 不到顶尖 我不出去 然后开自己公司 你太好了 要找工作 没错吧 对 你说你要找一个和韩语 和韩国有关系的 那请问 我为什么不在北京 雇一个能说流利中文的韩国人 现在这样的人很多啊 我们为什么不雇那样的一个人 雇你 理由 那你应该雇他 小伙子 其实你这是被套住了 其实 或者说我们换个角度吧 小伙子 我觉得别着急 你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找一份工作 那我们在座各位boss 最想看到和听到你觉得找工作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有什么能力 有什么样的能力 作为我个人来说呢 我这人比较 我能吃苦一些 然后比较 对一些经济上面的市场上面 一些东西比较敏感 然后本身有很多缺点 然后本 但是呢 最大优点 先说优点 最大优点就是了解自己 我想亚诚 我想知道你学习的你怎么样 你自己觉得 学习能力 如果应该可以吧 比如说 因为你是这样 你选任何一个方向 有可能都是一次 完全重新的开始啊 对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 你能证明一下 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 比如说 你学了四年英文是吧 对 能不能介绍一下英文 介绍一下韩国啊 或者首尔啊 对 用英文介绍韩国 对一个本科 读了四年的人 你按照你基本的要求 我介绍不了 那你能用英文表达什么样 我还也可以 那这个就证明你学习能力实在是不行啊 因为你读了四年的英文专业 咱们是在首尔读的 我相信首尔人民的英文老师的水平也不差 稍等一下啊 那你四年介绍不了 你今天是 你今天是来这儿 就是奔着耍一圈 不是不是不是 不找工作 然后抬腿就走 来的是吗 不是我刚才在第二天求职之前 求职意向我说了 我希望就是说各位老板能看 就给我提供一份 你们觉得我可以干的工作 关键是你这么聊 大家没觉得你在干 我这么来讲 我给你几个数据啊 不是你得证明你有什么优势 我们好给你工作 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不满意的 就是说你来面试这个工作 有人通知你来非尼木首来来参加这个面试对吧 你几乎没做任何准备 你大概潜意识要去哪个企业 做什么行业 甚至你可能你都没看过几期节目 这就是我们会认为你好认真啊 再用这种方式来下去 就会给老板们留下一个破坏的破摔地下 反正我都这样了 然后也会让人觉得说 他今儿不是自己想来的 是家里人拿着枪把他逼到这儿来的 我们先做出初始判断吧 截止到目前为止 我不得不说 我说句话不怕你嫌难听 你干嘛来的 我觉得就是我感觉你们 对我就是期望有点高 其实我只是应解 现在我这种阶段 其实完全对人生还 有点迷茫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你还是得自己找个事情 找个事情去钻研 我觉得从可以这么理解 少干 不是我们对你期望高 是你对自己要求太低了 好了 来各位不问了 不问了 不问了 来那个谁 陶老师观察了这么长时间 也只没有说话 也给他建议 也给各位老板建议吧 我和各位老板的意见不是太一样 我会觉得这个孩子有点像是一个 打比方的话 他是一个沉睡的火山 其实他内心里边有着非常大的一个爆发力 那他今天是有准备来的 不是没准备 那他有很好的想法 有非常高的一个目标 只是这个目标 现在说出来 他会觉得不合时宜 所以他会把它放低 把它压制下去 我先从最低的地方 来跟你们交流沟通 我就是想给亚诚一个提醒 在场各位boss的意见和感受 一定是代表了大多数boss 和他们的意见和感受 不管你是想在这展示自己 还是想要展示给电视机前的那些老板们 让他们给你更多机会 你都要更踏实一点 展示自己真实的能力 我有感于刚才陶老师所说的 你是一座火山 不定什么时候爆发 我小时候呢 我有一个 我们家有一个大爷好朋友 然后那大爷家有一个儿子 只要是他爸 一说他学习成绩不好 那个小孩 是我的一个哥哥 比我大三岁 那个哥哥就会说 爸你别着急 我这正匍匐着 我这正匍匐着呢 只要是我嘎一来 咔我窜着 我就冲锋 他一直到现在还匍匐着呢 12位 第一印象 区会的刘 选择 进波离开 小赵 中心也离开了 好 不错啊 天生我有才 来 主张 雅森讲 就是我相信啊 你在韩国 然后人生地不俗 然后再去学英语 不管是语言的环境 还是英语的环境 对你都有一定的挑战 你能给我们举个例子 你当初遇到的一些困难 你是用什么样方法 来把它给克服的 好的 来 其实在外边嘛 就是说每一天都有困难 然后每一天都是失败 不光是生活中 还是工作 还是学习中 刚去韩国的时候 因为语言不懂 没学过韩语 所以开始学韩语的一些事情吧 然后开始的时候呢 因为 第一次有一个模拟考试 我在我们班是倒数第一 后来呢 我就开始 就是说每天呢 把老师学过的东西呢 我全要复习一遍 然后全要写一遍 然后再默写一遍 坚持学习了有半个月 后来就成为我们班第一 这样子 亚晨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能够仔细地描述一下 你未来理想生活的状态吗 博社团新成员 侯雪君 北京桂园有金有奶 总经理 北京桂园农业生态发展有限公司 在奶牛养殖 与乳品加工过程中 领起一切化学物质的解入 将农业生产 回归到自然生态的本源 因为我觉得你描述你的工作也好 描述你的经历也好 给人的都很抽象 我们很难以从中间感受到你的感情 就是你的火山始终连一点火苗都没有 对吗 能揭露一下你真正火山里头 你憧憬的爱情也好 生活也好 到底是什么吗 我希望以后我有一个老婆 然后呢 她不用漂亮 然后她可以在家里边 然后相付轿子 我作为一个男人要去外边挣钱 那个时候呢 我已经从某个行业跳了出来 我有自己的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呢 比较稳定 然后呢 我可以在周六周日 可以去干自己喜欢的运动 像打网球 还有骑自行车 和我的团队去骑车 这样的 提醒一下亚诚 不管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 假如你能把你的目标 稍稍放低一点的话 现在你觉得从哪个行业 哪个公众入手 会是最合适的 来 说 我之前在来这个平台之前 我去了一家 去了几家留学顾问公司 奥际 齐列 启德这样的公司 然后其中有一家 已经去 已经去 试试器已经去干了一天 你干了一天 怎么样 坐到那个座位上 就感觉 就开始犯迷 这东西到底是我要干的 我开始怀疑这样的 然后你后来 这儿说的那个意象 也就是留学顾问吗 做了一天都不做了 后来又去了 当时想 我就想好了 我想 但是准备要干个 十年二十年 然后就再出来 但是后来因为 有这个节目 我跟他 跟老板说 老板就说 他就 我一出来 老板开始说行 后来我一出门 他就给我发短信 说 他们觉得 我不适合这个工作 这样 就是第一天 就干了一天 那个亚诚啊 因为你现在做的 这个求职的工作 是和韩国有关系的 同时又是 你自己也留过学 那你有没有总结 一下你自己留学的得失 你自己和韩国之间的 一些关系 这些得失 这些可以给 其他的顾问 有什么价值 对你将来的工作 有什么价值 刚才你们说 就是说我的人生 就是现在 就感觉非常 就是失败 但是我 没有人说你失败 因为刚才 你来的任何到现在 有人说过你笨吗 没有 是你自己说的 是我自己说的 有人说过你失败吗 没有 是你自己说的 对 我们只是说 你没有目标感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你失败 就是你自己 老给自己 无数的父母 笨啊 失败啊 慢啊 这是事实 我觉得他身上就是 点心的公子哥儿像 不是公子哥 是杨成 真的是 他一切都希望是顺其自然 没有任何困难 就你在那个 留学公司 干了一天 第一天迷的 不是不是 那我说这个事 它是我去了以后 本身我就准备 要干一年两年三年 我不准备跳槽 后来我说 我跟老板说 我说我有一个 非你目搜这个机会 我想来一趟 哪怕我走过场 那我要回到你那个公司 但是我一出门 就变了 那废话呢 老板 对第一天 老板看这样的员工 他肯定不愿意留 但是 但我的问题是 你第一天是不是就怀疑 说我要不要在这公司 怀疑我也要继续干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其实有很多去相亲的人 他因为自己心理自卑 他害怕这个相亲失败 所以他会给自己 设置很多障碍 我觉得你就是这样的状态 其实方向是怎么找的 方向必须 你得先上路 先走着 干半年 干一年 在这过程当中去找方向 好 谢谢 他就是怕困难 你需要这个工作机会 其实非常可惜 他就是怕困难 怕麻烦 所以不去找方向 我说的对吗 你就说就行 不用的要答案 你说的就是你的认知 每个人都可以用 自己的方法的认知 然后你们自己 再用灯来表示 你们对他的认知和理解 六位 如果灯仍然亮着 主动权就到了 求职者的手里 选择 最后留下来的是聚焦摄影 谈前不上感情 是这样 观察了这么长时间 一直没说话 我还是 目前为止还是认为 你是不爱表现 其实你有能量 我们在一二年年底的时候 到现在为止的话 正在开发一个项目 也就是境外拍摄 那韩国的 比如说拍摄的路线 包括基地的开发 都在过程中 我确实有需要这么一个人才 需要能了解韩国背景 韩国的旅游资源 在韩国长期待过 韩语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职位叫什么文君 叫海外拓展经理的助理 海外拓展经理的助理 对 底线的话是4000 然后这个什么时候可以 就是入职 现在就可以入职 因为这项目现在正在进展中 思考一下告诉我们 聚焦摄影给提供的这份工作 你是接受 还是谢谢 再见 自己想 自己判 哇 声音 今天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